柯文哲他跟郭台銘 大前天晚上見面 那當這個 我覺得郭台銘真的很認真 這次選舉他也是使出渾身結束 該做 從選舉的角度 他做的真的不錯 該做的都做了 只是說呢 他就是這一個月 那國民黨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你四年來 四年之內通通不表示 怎麼突然就要選了呢 等等等等 他真的想選 他就四年除了捐一秒以外 他應該要早點佈局 而且早點廣結善緣 選舉很多時候就要 減少阻力嘛 對 他都可以做嘛 同舟企劃2.0 我也相信他選舉是 是突然要突發 突發這個 你說奇想也好 突然決定也好 他都是很突然的 大企業家 我想到我原來沒有想要選 我現在突然覺得 形勢可以我就要選了 這是一種 第二種 我覺得朱立倫 可能又給他鼓勵 如果都沒有給他鼓勵 沒有任何暗示 他幹嘛這樣去衝呢 一定是有鼓勵 你去拚 而且他為什麼要從 那個從美國提前回來呢 提前一個禮拜 搞不好就早點回來 對啊 一個月去拚去拚 他所以才再拚 但這一個月拚 他真的是很努力在拚 不管到金門發表宣言 然後呢 聽說那天在那個 哪個廟 哪個宮 侯友宜沒有想到 郭台銘會碰到他 然後聽說 郭台銘會碰到 侯友宜不知道是不是刻意 但是聽說郭台銘是 等他二十分 他到後面去等 在後面 侯友宜以為他走了 侯友宜到 郭台銘會出來這樣 這是很刻意的 這很用心的 你從某個角度 這很用心的 然後去看柯文哲聽說也是 傳人傳一個簡訊 說我要去看你 立刻就去看 然後母親又跑去看 柯文哲的媽媽 這都是跟韓國瑜 二十指相扣 不只有十指 兩手各十指 一共二十指相扣 等等的 都是很用心的 從選舉的角度看 他是很努力的 他是很努力的 還有對中天表達善意 反正都是 他怎麼對中天表達 他說要恢復 恢復 對呀 這很重要 反正 該道歉的 對 他真的很努力 這一點我是覺得 如果明天徵召是侯友宜 他這些事情 侯友宜是要學的 該做的事都要做的 選舉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呢 這個柯文哲就說 說郭台銘對國民黨 爭執他有八成的自信 所以他在大前天晚上 去看侯友宜 還是說就是我了 我們來談談 將來要怎麼合作 搞不好去談這個 然後呢 這個而且呢 叫柯文哲不要把話講死 就是說你不要說你什麼自己選不合作了 不要講死 要留一個彈性 Never say never 如果我被提名 搞不好你就要合作 什麼不合作呢 出現後合作 我出現以後 我們就來談合作 他已經先去布這個點 一方面也是給國民黨壓力 所以你看 侯友宜能夠去跟柯文哲見面 我十點說要見他 柯文哲就得見我 彼此我們是老朋友是有默契的 我去看柯文哲的媽 柯文哲媽也跟我談很久 他其實這些動作都是有意義的 所以柯文哲在這段時間 每一個動作都有他的意義的 都不是亂隨便這個亂去做的 都是有意義的 那如果 郭台銘沒有出現要不要合作 柯文哲說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也沒講別的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這是什麼 這是中共統戰的最高原則 什麼叫統戰 那像侯友宣戰嗎 柯文哲二十號記者會 要辦在新北 所以有三合 社會和諧政黨和解兩岸和平 希望政黨能夠和解 柯文哲到底什麼意思 另外有一部分民調說 柯文哲好像超過侯友宜 柯文哲自認我是單挑最強的 選戰而且後段比侯是有優勢的 你看好了我越走越強 越走越強 而且後選如果121我是最強 你不要把我們三個擺在一起 一個對一個我是最強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